MIS股票版 各位喜歡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企業德盛 我是張家豪 我目前在顧的頭顧為各位服務 今天在節目當中為各位來介紹 MIS股票版它的原理以及運用 到底要怎麼樣去做一個運用 但是在開始這個MIS股票版之前 我先請教我們所有觀眾朋友一個問題 各位你來到這個股票市場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或許各位你進到這個股票市場 是三個月 是三年 甚至已經是30年的這個老前輩了 但是你有沒有仔細的想過 你當初為什麼要進到這個股票市場 我相信大家共同的答案就是 我希望來賺錢 那到底要賺多少錢 很多人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先幫各位去立定一個目標 你如果說沒有目標的話 其實你在這市場上飄三個月也好 飄三年也好 甚至已經30年的老前輩也好 你往往會覺得有時候有賺錢 有時候沒賺錢 但是時間日子就這麼一年一年的過去了 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幫各位去立定一個目標 各位你來到這個股票市場 我不管你進來已經多久了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兩檔六倍的股票 為什麼要找到兩檔六倍的股票呢 各位你可能平常太忙了 反而沒有去算這些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在這個股票的生涯當中 如果能夠找到兩檔六倍的股票的話 各位你現在的賓市 就能夠變成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我算給各位聽 來各位我們就像聊天一樣 因為你如果沒有把這個目標 先把它設定下來的時候 你就像五頭蒼蠅一樣 在這市場上三個月三年 甚至30年 你總是飄不到最重要的 達到一個目標 現在的賓市 我們錄影的這個時間 入門款 最基本的入門款 大概200多萬 那你加上配備的話 我們算個整數大概300萬 以家庭的這個休旅車來講的話 那300萬的話 如果六倍的話 是不是1800萬 所以當你找到了第一檔 六倍的股票 並且真的專注 就只做那一檔的話 你的賓市變成是兩房的 這個小型的這個公寓了 那如果說你在找到第二檔 在找到第二檔 也是六倍數的股票的時候 你這個1800萬 再乘以6的話 各位是不是就已經上億了 那上億來講的話 以目前 應該是可以買到 100坪以上的一個豪宅等級了 所以各位 來到這個股票市場上 如果你是為了賺錢 是為了賺錢 我們把它具體化一點 你的賓市怎麼變豪宅 你必須要找到兩檔 六倍數的股票 那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很多人聽起來很像天荒夜譚 但是我跟各位去報告 實際上我們在台北股市 這個東西它不是常常出現 可是它不會間斷 為什麼不會間斷呢 在兩年前 在兩年前 我待會再操作的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它花13個月的時間漲了7倍 從92.7塊錢 不到100塊錢的一個價格 在13個月之後 一年又一個月之後 它漲到了688 這是哪一檔股票 我們對照一下日期 109年的3月19號 92.7塊錢 這檔股票就是它 這檔股票就是它 109年的3月20號 92.7塊錢 就從這個地方一路的 只花了13個月的時間 漲了7倍 漲到了688塊錢 當漲到了688塊錢 當你找到了這檔股票的時候 各位 你的賓士車已經變成是兩房了 你的賓士車已經變成是兩房了 但是呢 這個是在什麼時候 各位 在那個時間點 它是一個大多頭 台積電 帶著大盤在向上衝的時候 從235漲到了670的那一段 那股票市場上就有這檔股票 直接漲了7倍 那漲了7倍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的賓士車 你好好的操作它的時候 你已經變成是兩房了 已經變成是兩房了 但是呢 接下來呢 是不是開始出現了一個大空頭 漲到了 這個670 台積電漲到670之後 特別是在去年 是不是出現了大空頭 那大空頭 其實坦白講 很多股票真的都跌得很慘 跌得很慘 但是就在這麼慘的一個情況之下 有另外一檔6倍股又出現了 另外一檔6倍股又出現了 是哪一檔6倍股 來各位 在10月5號的時候 來對照一下 其實它沒有間斷 它沒有間斷 它漲到是不是 110年的4月7號 漲了7倍 接下來在 110年的10月5號的時候 再半年後 再半年後 再半年後另外一檔6倍股又出現了 它從40.8塊錢 這一次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15個月的時間 直接漲到了241.5 直接漲到241.5 這是哪一檔股票 這是哪一檔股票 來我們對照一下時間 110年的10月 110年的10月5號 10月5號這裡 就是這裡 110年的10月5號 從40.8塊錢 就是從這裡 就是前一檔7倍股 出現之後的半年 半年之後 另外一檔6倍股出現了 它就從這個地方 直接漲到241.5 直接漲到241.5 這個是不是6倍股 是不是6倍股 那這時候 當這檔6倍股又出現的時候 各位你的賓士車 已經變成是百坪以上的大豪宅了 重點是 如果你有買到這兩檔股票 而且你專注 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只專注在做那一檔股票的時候 這個就是 你來到這個股票市場上 其實很多投資人 每天都在尋找名牌 但是名牌 就算一個真的可以漲6倍股票 丟到你的手上 6倍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你賺了600% 但是這600%丟到你的手上 比較厲害的可能賺了三成 那大部分可能就賺6% 甚至賺10%就跑掉了 跑掉之後 不怕買6倍 你就再也買不回來了 那又再去尋找下一檔股票 可是你仔細的去想 各位你在這個股票市場上 你載輔載成這麼多年 如果你的股票生涯 如果找到兩檔6倍股票的話 各位你的賓士 就已經是變成百平的大豪宅 這是不是你的一個目標 這是不是你的一個希望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股票市場上 每天就像貓在追自己的尾巴 今天追那一檔 明天追那一檔 結果追到最後 發現好像也沒有賺多少錢 只是每天在那邊賺一個爽字 賺一個爽字 所以各位如果有這個緣分 你看到今天期開得勝的節目 請你重新去設定你的目標 不管你在股票市場上已經多久了 你的重點是接下來 你只要找到兩檔6倍數的股票 你的賓士車就變成是百平以上的大豪宅 你記住這個觀念 好 這個是我幫各位去設定目標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運用了 那如果真的讓你找到了一檔6倍數的股票 你怎麼樣真的把它變成鈔票 變成6倍數的一個獲利 放到口袋裡面 這個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去介紹的一個主角 叫做MIS股票版 它的原理以及它的運用模式 開始囉 各位你仔細看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它花15個月的時間 漲了6倍 從40塊錢直接漲到了240塊錢 那問題是 你如果看它的K棒 你會發現 有很大的挑戰 在這個地方 上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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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呢 它已經洗了3次之後 你受不了了 它開始一路的往上噴 而且往上噴的過程當中 也不是說一架到底喔 它還是有回檔 還是有回檔 接著呢 再繼續往上嘎上去 所以你如果看一般的K線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在實戰上 即便它漲了6倍 但是你在操作上 你會因為頻繁的進出 根本沒有辦法去掌握住 真正的一個大破段 所以我們會建議 應用價格的趨勢來操作 什麼叫做價格的趨勢 各位趨勢只有兩種 一種是上漲 一種是下跌 我們交易的就是價格 我們交易的就是價格 當你找到一個上升趨勢的 一個股票的時候 順勢操作 續紅續爆 操作上是不是簡單很多 其實只有兩個動作 這裡進場 這裡出場 第二次這裡進場 直接6倍 直接6倍 所以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我們MIS股票板 它真正在協助我們 好不容易有一檔股票 它可以漲6倍 交到你的手上 但是大部分的人 可能就賺了6% 甚至沒有賺到錢 打平還賠錢出場 那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你沒有一個工具 來幫助你真的去抓到標股 狠狠的咬住它 把你的賓市先變成兩房再說 好那怎麼樣去做個運用 再看一次 請各位從今天開始 請你操作用趨勢的一個操作 順勢操作 續紅續爆 續爆續賺 直到達到你的目標 好那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好這個東西是怎麼來了 如果我只是拿了一張紙 然後跟你講說紅色的綠色的 你一定會反駁我說 老師 紅買綠賣的軟體 我看太多了 那都也是這樣 事後來看都很準 各位 因為你沒有真的去了解 它的運作的原理是什麼 所以你沒有去了解 它背後運作的原理是什麼 你在使用上 你當然就比較沒有信心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去介紹的 MX股票板它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各位一檔股票如果它能夠漲到六倍 後面有沒有人在做 一定有人在做 而且是大咖在做 它的控盤能力是非常強勢的 所以我們幫各位去歸納出來 股票怎麼樣才會漲 有人做才會漲 那股票既然有人做才會漲的話 那這個人他要讓這檔股票漲上去 他要不要買 一定要嘛 那既然他買的話 Bingo他就有成本 他就有成本 那成本的話怎麼去抓 各位我們的證交所 其實交易非常非常的透明 凡是走過 你只要有成交一筆 就會有留下這個痕跡 所以我們在實戰上 我們就可以運用這個特點 股票有人做他才會漲 那既然有人做他一定會有吸貨 一定會有買股票的時候 那買股票的時候 如果我們知道他的成本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大概知道這檔股票有人要做了 好 那問題是 第二個挑戰是 他吸貨完畢之後 到底是一個禮拜之後要發動 還是三個月之後才發動 各位那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們除了知道成本之外 我們還要知道 他的攻擊點在什麼地方 那如果說股價突破了他的成本 突破了他的攻擊點 我們是不是有理由相信 人家已經吸貨完畢 已經要開始做了 在那個時間點 進場去做個切入的時候 就像前輩常常講的 坐在教上的感覺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幫各位去歸納出來 什麼樣的股票容易漲 當他突破了主力的成本 突破了主力的攻擊點 股價同時突破這兩個的時候 在實戰上他接下來就會很容易漲 那問題是怎麼樣去找到 這個主力的成本 主力的攻擊點 找到這種漲的股票 我們就會運用 MIS股票板 這個是我在帶會員 我自己在使用的一個輔助工具 在上半段的節目當中 先幫各位去介紹 他運作的原理 以及你的目標 當你這兩個東西都能夠消化吸收完畢之後 我們中場休息一下 下半段回來再仔細的去介紹 一檔六倍數的股票丟到你的手上 怎麼樣輕鬆去賺到你應該得到的一個人生財富 休息之後馬上回來 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在上班的節目當中 我把最困難的點已經報告完畢了 我們幫各位去做一個總結 在股票的生涯當中 不管你是進來三個月 三年或是三十年 各位只有一個目標 你要找到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當你有辦法找到兩檔六倍數的股票的時候 各位你的賓市 已經變成是百平以上的大豪宅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不管股票市場是多頭還是空頭 這種股票它不會間斷 比如說在兩年前 4968的利基 從92.7塊錢 花了13個月的時間 直接漲到了688 漲到了7倍 注意時間 4月7號 110年的4月7號 在休息了半年之後 另外一檔六倍數的股票 開始竄出來 到10月5號的時候 8996的高利 從40.8塊錢 直接往上飆了 整整六倍 來到了241.5塊錢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個股票市場上 不管是多頭還是空頭 六倍數的股票它一定都會存在 它一定都會存在 但是真正的考驗是 即便你有 曾經買過這種六倍數的股票 但是怎麼樣真的把它賺好賺滿 這個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去分享的 挑戰在MIS的股票版 幫你去完成這個挑戰 你仔細去看這種股票 它叫起標之前它洗了多久 它洗了多久 就算起標之後 有沒有漲漲跌跌的 如果你是看一般的K線 其實坦白講 真的不容易賺到 我們必須坦白講 所以我們才需要借助一個輔助工具 那我們用價格趨勢的方式 用順勢操作的方式 續紅就續爆 續爆就續賺 續紅就續爆 續爆你的賓市就變兩房 你的兩房就變成百坪大豪宅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在會員之後會使用到的 MIS的股票版 MIS的股票版它的運作原理 完全針對股票真正漲跌的 背後的真相 一檔股票有人做才會漲 既然有人做一定會有它的成本 一定會有它的攻擊點 當股價同時突破了成本 及攻擊點的時候 根據實戰上的統計 這種股票很容易漲 所以我們運用的原理就是這個原理 大家看到的 剛才價格趨勢 這個就是MIS股票版 它全部的畫面就是長這個樣子 剛才看到的價格趨勢 是我們實戰運用上 你只要看到紅色的買進去 續紅續爆續爆續賺 一直到變成綠色的再出來 當它又重新變成紅色的時候 這個進去直接漲六倍 那這個運用的原理到底 是怎麼來的 它的原理到底是怎麼來的 它的原理是來自於MIS的主力動能 MIS的主力動能就是什麼 就是我剛才跟各位去報告的 它多了一個主力的成本區 多了一個主力的攻擊點 讓我們跟股價去做個比對的時候 就知道在什麼時候要去做個進場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再去做一個仔細放大講解 如果把一般的K線 在堆疊上主力的防守區 也就是主力成本的時候 你會很驚訝的發現 原來會做的股票 主力它不會讓自己的成本給跌破 可以的話請導播這個地方 幫我們放大一點 即便它再怎麼洗盤 你有沒有發現 它自己的成本沒有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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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成本沒有破的時候 各位一旦它開始發動的時候 直接上去就是六倍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主力的防守區 來幫我們去檢視 到底人家有沒有要做這檔股票 到底人家在壓回值是在洗盤 還是人家根本已經跑掉了 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知道它的攻擊點的話 那我們在操作上 是不是會更加的有效率 當股價同時突破了主力的防守區 突破了主力的攻擊點 一標直接就是六倍起跳 有沒有發現 如果說你看這個圖 還是有一點點困擾的時候 你放心 MS股票版 它還會幫你再加上 你進場以及出場的一個提示 你只要看著這個鍵號 直接往上去做一個攻擊的時候 各位你的賓市就變成兩倍 兩房了 好 那甚至再加上 如果說你的口數比較大的 當你一般它還在布局的時候 你可以跟著先進場卡位 可是當它要開始要起笑 開始要起蹦的時候 各位那個起標點 用機會大小 你就可以抓得到了 在這個地方 你有多少就直接小片 直接all in 整個抵下去 300萬就抵下去 300萬抵下去之後 各位 直接就是兩棟 直接就是兩房的 如果已經是兩房的 一千八百萬抵下去 直接就是百坪大豪宅 為什麼 我好像睡不著 各位如果你自己操作 你一定睡不著 所以才需要MS股票版 你就想像一下 我在顧問公司 我在帶會員 我請會員去買 一個會員買兩張 不用說多買兩張就好 兩個會員買四張 那麼多會員 一檔股票我買進去 我到底是買了幾張 我晚上睡得著嗎 你了解嗎 所以一定是要有這個東西 來協助你 你才能夠去 你真的在重壓的時候 你能夠很客觀的 你不會去被盤面所影響 不然美國每個禮拜 給你挨一次 一下子CBI 一下子放腦韻 一下子放鴿子 你怎麼撞不住 你了解嗎 所以不管市場上 再怎麼樣去波動 只要好好的 把握住你最重要的原則 找到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好好的賺他一段 你的賓士就變成百瓶大豪宅 好 這個原理介紹完畢之後 我現在介紹他真正的介面 這個介面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實際上各位 你只要按兩個按鈕 拿兩個按鈕 來 第一個 你要知道股票的代碼 你找到一檔股票 至少就要知道股票的代碼 你知道股票代碼之後 各位 周看趨勢 就是 日早買賣點 就這兩個原則而已 好 股票代碼要輸入在什麼地方 可以的話導播這地方 幫我們放大 比如說高利他的代號是8996 8996你就把它輸入到這裡 輸入到這裡之後呢 你先看一下周 一定要等周的趨勢是紅色 那檔股票才值得做 這樣了解嗎 用周紅色 代表他是多方趨勢 多方式的股票他才容易漲 他才容易漲 一倍兩倍三倍甚至到六倍 空方式的股票不太可能漲到六倍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周一定要是紅色的 那真正的一個買賣點就是按 按這個天 按這個天 就只有這兩個按鈕就好了 好那我們再看到全部的一個畫面 該進場的時候 他會幫你去做一個提示 該進場的時候 時間點位他都會提示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嗎 時間點位都會在這個地方 那甚至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進場之後 你可以再對照一下 他下面有沒有開始要起標了 有沒有要開始要起標了 如果你看到 他進場之後 這個機會大小剛好突破了起標點 起標點就是上面的這條紅色的線 他突破了這個起標點 而且沒有再下來的時候 各位打死你也要續爆 打死你也要勇敢的去爆 打死你這一檔股票就是有辦法 讓你變兩房 再從兩房變成百坪大豪宅 你就抓到了六倍股 你了解嗎 所以我們再把它做一個 最後的一個簡化 其實你到最終只要看這個東西 就好了 你用趨勢來操作 你才真的能夠去賺得到大錢 趨勢操作 你做的就是順勢操作 趨勢是什麼 當他是紅色的時候 你買進的就是一個多方趨勢的股票 紅色的買進續紅續爆 表示你是在順勢操作 當他變成綠色的 好先獲利入袋 獲利入袋完畢之後 接下來他又往上 等到又變成紅色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勇敢的再買進去 勇敢的再買進去 那買進去停順點怎麼設 各位只要他變成綠色的 不管賺錢或是賠錢 鼻子摸著就出來 如果沒有把你洗出場 各位你的賓士就變成豪宅了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MIS股票版 有這個緣分 在這個節目當中 跟各位來去做個介紹 我希望 你平常在操作 也許你已經是短線的高手了 很厲害 但是如果說你在這個股票市場上 真的設定一個目標的時候 各位至少找到兩倍 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好好的去操作他 你的賓士就變成百平以上的 一個大豪宅了 有需要這邊幫忙的地方 直接掃描QR Code 私訊給我 用LINE私訊給我 我知道的地方一定 及時的跟各位來去做個 分享報告 感謝各位 祝福各位 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賓士變豪宅 一起加油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